數學名師陳麗老師這兩年來 對於台東的教育不遺餘力 對弱勢家庭的學生更是照顧 17號上午的101年度全縣校長會議 特別邀請陳麗老師到場分享 對台東教育的看法 並說明台北與台東的教育是沒有距離的 縣長夫人陳寗諺也代表縣長黃建廷 感謝陳麗老師這兩年來為台東的付出 陳麗老師是很知名的數學老師 大家都知道 所以在這個數學的哲理裡面 我跟陳麗老師其實 他的數學當然好 我的數學算是很不好的 可是為什麼我們在一起 我們可以有一個共同的價值觀 其實他已經實現出來了 就是要把台東變成愛最多 埋怨最少的城市 那這兩年來 陳麗老師是用他的身體 時間付諸行動來愛我們台東的小朋友 然後真正的希望可以把這樣子 對我們孩子教育發展最有利的價值觀 按要擺到最前面 在演講過程 我就跟孩子跟 當天的演講 有參與的人 我就說 台北跟台東沒有距離 那我們怎麼證明 你說台北 建國中學跟台東高中落命差距的時候 怎麼證明 那各位校長 我在兩年前的這樣 這一句話 那我自必要用兩年 用一年的去教他們數學去爭取這樣的一個認同 我在偵選這批孩子的時候是沒有三選的 進入這個班級是不必考試的 2012年的3月18號 亞洲國際數學奧斯比亞公開賽 台東的孩子有金牌兩位 銀牌有七位同派 其中有一個陳彥宗他其實是報名的 那這個比賽呢 很訝異的是 同一個比賽我們台東的參加 居然是兩個金牌 七個銀牌 六個銀牌 台東與台北的教育沒有距離 相信只要家長多陪同小朋友一起學習 台東的教育還是充滿希望 東台新聞 范耀玲 台東市報導